綠藍,如果你要漂亮一點顏色對不對 其實很簡單,Color裡面呢 你這個顏色就出來了 頸33B5E5 有沒有,這個就是它裡面內線背景的顏色 它這個頸AA66CC 諸如此類 那這邊還有一個色碼 當然你可以再去做一個自己的定義 跟相關諸如此類的 那這裡面的話呢,東西還蠻多的 有興趣的話,自己稍微看一下 不過當然,你們看這個可能會蠻辛苦就是了 我在想說,其實我也可以花一點時間把這個東西整理整理 就是一個APP的版型設計了 只是目前還沒有人做 我只是剛好看到這些東西 那相關的部分的話,有興趣自己再看一下 這個網站其實資源還蠻多的 就我剛剛講那個code.google.com這裡面 那另外如果說你要publish 將來你要上架的話 原則上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publish 就是說,最好在這邊建立一個帳號 那將來可以把你的APP丟上去 那這邊的話,learn more 那裡面的話呢,就是 我如果有登錄的話呢,它就會進到我的帳號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APP上載出去 上載上去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繼續再來看 這個上個禮拜的範例 上個禮拜的範例 那最後呢,上個禮拜我們是講到那個 有關於這個按按鈕這個example 就是在那個3至18頁這地方 3至18頁這地方 那幾個重點,再跟各位再做一個提示 這裡面的話呢,因為它按鈕有一個 有一個什麼按的動作 那先把設計流程稍微講一下 以後不管任何一個專案 基本上就是先新增一個專案 再設計它的畫面 它的畫面,它的介面對不對 設計完介面呢,才去設計它的程式 所以流程特別注意 目前呢,各位可以看到建立專案 一定會在這邊出現,example3 這是專案名稱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呢,第二個 你要知道就是說在resource裡面 會有個layout的這個man 是,對面